仇恨值很高啊 非常强的一个团队 选党要救这个陈时中 台北市不能输 为什么一定要赢回来呢 立于不败之地 蔡英文的这个后小英时代 就是稳如泰商 总统级的规格 战略大团结 稳住四成的基本盘 我就会赢 不要以为民进党是吃素的 这一次的民进党很强 主旋律一定就叫做气宝 气宝 今天我们要唱什么呢 我们来唱陈时中的竞选歌曲 首先呢 是这个上礼拜我没有唱到的 这个是因为上礼拜他讲这个 政务官是自由业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唱一首自由 然后呢这首歌里面 刚好跟他的人设很配合 怎么说呢 打开一瓶红色的酒 看着剑鱼游来游去 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 这个陈时中部长是不是想要自由呢 打开一瓶红色的酒 举空鸣枪 这个对空鸣枪 所以你看这个这首歌 我觉得可以当他的竞选歌曲 第二首歌呢 是这个许巧新的这个投稿 他是 他据说他看着众议节目 突然听到这首歌 然后呢就觉得 哎这首歌应该给陈时中来这个当竞选歌曲 他是这个罗大佑的老歌 但是林志炫有翻唱过的 你的样子 哎为什么呢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 不变的你 注力在茫茫的陈时中 有没有陈时中 哎茫茫的茫茫的陈时中 这是许巧新提供的idea 那还有一首呢 是这个我跟朱大直播的时候 莫名其妙唱出来的这个 一个很奇怪的歌 但是却觉得很符合这个陈时中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呃五月天自民与春 因为他们也有防疫五月天嘛 五月天自民与春娇的这个 尖奏的时候会有呢 哼 牙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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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这样 哎我们先提供他三首竞选歌曲的参考 你们有问过牙医的感想吗 你们这样子牙医心里做何感想 哎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是让他牙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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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牙起来也没关系 好这个这个一开始我们先用唱歌来一个 哎给大家这个提提神 因为中午吃饭时间 相信听到歌声 这比较好入喉 好再来我们讲到他的这个竞选团队 好那其实呢 很多人都说 啊仇恨值很高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 呃这个里面很多啊都不是台北人啊 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团队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次的台北市长 大家要记得 这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不是一对一 所谓的一对一就是说 哎当你两强相争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 要过半 过半的目标就是什么 就是要取得最大的共识 达到最多的选票 所以你可能要拿到过半 也就是50%的选票 你才能当选 但是这一次 因为是沙喀都 而且这个是三组鼎立 目前每一个民调都显示呢 这个三组哦 其实是三个强都还蛮强的 所谓的正三角形的这个支持度的 这个已经成型了 对于陈时中来说 基本款他只要站稳三成五 冲到四成三 基本上只要站稳这个区间 他的这个当选机率就非常高 不需要过半 所以呢第一个他要先稳住 绿营的基本盘 那绿营的基本盘是什么呢 就是政党票嘛 政党票 所以他你看 不分区立委 民进党也不过才多少人 也不过才13席 不分区立委 里面呢 目前已经有七个在他的团队了 好你看林楚英 庄瑞雄是他的这个 不分 担任他的这个发言人 然后呢 这个管碧琳 范云 洪森汉 吴玉琴 是他的政策小组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 邱太元 一届出身的 帮他筹组一届后援会 那目前已经有七个 这个不分区立委 所以堪称民进党是全党相挺 全党要救这个陈时中 那要把他这个拉上 这个所谓的首都 而对民进党来说 为什么台北市不能输 为什么一定要赢回来呢 第一个是从 整个六都的布局 民进党只要拿下台北 他年底这场选战 他们就可以宣告是大胜利 为什么 因为即便桃园 即便桃园丢掉 都可以用补回台北 补回首都 然后呢 加上原有的南俄都 六都过半 就可以跟这个过去呢 是打平 所以呢 基本上他就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桃园再拿下来 六都里面拿四都 对民进党来说 就是大胜利 那蔡英文的这个 后小英时代 就是稳如泰山 稳如泰山 所以 我想这个基本上 他们这个战略 就是为了 要把台北抢攻下来 民进党部分区里面 七个人 七个部分区立委 都在这个陈时中的团队 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 这等于是 总统级的规格 在打台北市首都的选战 那其实你说 你们会问说 管碧琳 他不是高雄人吗 各位 你们误会大了 他小时候 都是在台北长大的 而且他 其实他从这一开始 是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他跟他的先生两个 其实一开始 都是为陈水扁竞选的 所以当时 他是被谢长廷 带到高雄 从此以后 才在高雄落地生根 他最早都是在台北 而且他处理 那个北投的古迹 相关的一些议题 他是非常熟悉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管碧琳的影响 第二个 然后呢 这个范云也好 你说这个 Freddy 林长佐 你会随时说 范云不是三加十一吗 仇恨值不是很高吗 大家不要忘记 范云的子弟兵是谁 范云的子弟兵是苗博雅 也就是最大 目前台北市政府 最强颗黑 那他在当年 今天范云进入这个团队 苗博雅 即便他是用 目前应该是 虽然是挂社民党 但这次不知道 他是用什么样的党来选 但是就会变成 他就变成所谓的 绿营 陈时中的友军 好 那到处在检验 不管是对抗 黄珊珊也好 或是攻击蒋万 他们都可以成为侧翼 好 Freddy 林长佐 他有三个议员子弟兵 一个叫黄玉芬 一个叫林亮君 一个叫林颖梦 都是现任议员 原本2018是时代力量选上的 现在都是五党籍 都是林长佐的子弟兵 所以这两个人入列 就是要扩大绿营的支持群众 所以这一次基本上很简单讲 就是范绿大团结 要来对抗柯文哲的团队 跟所谓的黄珊珊 跟蓝莹的蒋万安 所以这次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这样的一个团队 你说他仇恨之高 但是我告诉你 讨厌他的就算台北市占六成 他只要掌握剩下四成 他就当选了 这就是他们的战法 你们再多人讨厌我没关系 我只要稳住四成的基本盘 我就会赢 这样的打法 基本上他们已经立于 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立委进去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陈时中的分身 因为陈时中根本没有时间 剩下四个多月 四个半月不到 他没有时间去一个礼 一个礼 四百多个礼 他没有办法一个礼 一个礼都拜访完 但他可以用这种大堆头 让每一个议员立委 所有的民进党都是他的分身 这一次绝对不会重演2018 姚文志只拿17%多 不到18%的那样的一个惨况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民进党是吃素的 这一次的民进党很强 所以而且他们已经设定好目标 我就是只要拿四成三 王世坚已经把圣选密码讲出来 就只要稳拿四成三 也就是复制1994年 陈水扁的圣选的得票率 他们民进党就可以把24年 没有赢回来的首都赢回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团队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展现出民进党 要把首都夺回去的决心 应该这样讲啊 今年的主选战 尤其是台北市 主旋律一定就叫做气宝 为什么 蓝营这个在1994年 赵绍康他一直耿耿于怀 他认为他被气宝害了 他认为这个没有气干净 就是说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喊出了气宝 没有他的逻辑是 陈水扁就是黄大洲的支持者 气赵绍康 就气了黄大洲 然后去挺了陈水扁 就所谓的本土派之间的气宝 导致陈水扁当选 于是赵绍康被牺牲 所以他一直认为他是所谓的 台湾气宝 选举气宝的受害者第一位 那当然这个对来民来说 他们就会认为说 那前提是气宝的概念是怎么样呢 气宝前提就是我 第一个我要有一个绝对不能让他当选的对象 比方说好假设 今天冠飞 讨厌你的人就是 我打死不能让卢冠飞当选 好那这时候有杨宝珍在旁边 虽然我平常没有那么喜欢杨宝珍 没有大家请票投保真 没有这是举例 我说旁边有个杨宝珍 我平常跟他不熟 但是为了不让卢冠飞当选 我宁可投给杨宝珍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谓的 我最讨厌的 跟我比较没有仇恨值的相对来讲 我宁可 因为我支持的对象可能不会当选 比如说我支持许甫 然后可是许甫 民调就只有12% 他不会当选 所以我为了不让卢冠飞 最有可能当选的人当选 我要投给 我退而求其次 投给我比较不讨厌 但有机会当选人 这就是所谓 就是同次要敌人打击 主要敌人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 在1994年 我不管他有没有发酵 不管他有没有成功 但是到了2022年 这样的效率 这样的效应 会不会再重演 我觉得第一个 他是问号的 为什么已经过了28年了 28年大家去想象 当年16岁的小朋友 现在都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 都已经快50岁了 中壮年了 然后当时小胚胎 现在都已经快30岁了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 这样的效应 换了一个时空背景 过了二三十年之后 这样的这一群 不管是年轻世代也好 或是中壮年世代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会不会有那种 我一定不能让谁当选 这样的思维 那如果就你的观察的话 你觉得这三个人 在年底的时候 有什么人是 我一定不能让你当选 没有国民党 现在已经很 态度很清楚了 我就是要 国民党很明显的 在不断的努力的 把黄珊珊打成民进党 打成是跟蔡英文 一起站在一起 你看他说2016年 民进党是支持黄珊珊 选港湖立委的 那时候高嘉瑜 想要争取提名 都提名不到 那时候蔡英文 是站在黄珊珊的身边 他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去讲说黄珊珊其实是绿的 所谓的绿白合作 然后再去讲 唤起说蓝营的支持者说 在2014年 那时候是绿白 也就是柯文哲的团队 也都是民进党的团队 所以希望能够唤醒说 蓝军记得 这一群人其实是 表面上看起来 你好像现在在监督执政党 其实他们都是绿的 这是蓝军的策略 蓝军的目标就是要达成 把黄珊珊气保到底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